人生有高峰,也会有低谷,在顺境中不失自我,不忘初心,在逆境时更能经得起考验,勇于挑战梦想,敢于去做。 康特昨天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点,他用尽最后的力气,来到了他帮助过的母女帐篷外面,就这么在外面随意地睡了一个晚上,早上女孩子出来一看,居然发现康特躺在地上,而她的脸色看上去非常的不好,女孩子吓了一跳,赶紧喊她妈妈过来一起喊醒了康特。 女人关心地问她,你怎么会躺在这里睡觉呢?你昨天来的时候怎么不说一声呢?康特的身体状况真的很差劲,似乎已经无法说出话来,女人赶紧把她扶着去了帐篷那里,她看到这憔悴的样子,让她赶紧进去躺下去休息一会儿。 他们母女两个已经开始忙了起来,要找些东西招待她。 女人给康特倒了一杯水让她先喝,她看得似乎神智清楚了一些,就坐下来问她这到底发生了什么? 康特和她说,我前天又接到了别人提供线索的电话,说在一座大山里看到了阿祖法。 我觉得这倒是有一点可能的,我就赶紧开着车子过去确认了,去了那里才发现那里是个荒郊野岭,有两个蒙面大汉拿着烧火棍出来了,然后就这样把我打劫了。 他们不仅把我打了一顿,还把我的现金手机卡车都给抢走了。 而其中有一个劫匪,居然是我妻子的前夫,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 他就是想要报复我,女人真的是太同情康特的遭遇了。 他倒了一些水给他洗漱,康特这两天都没有收拾过自己,再这样下去要和流浪汉差不多了。 女人让他还是去帐篷里好好休息,他们给他准备早饭。 他知道康特这两天肯定没有好好吃饭,康特真的是一个很有善心的男人。 他上次在大山里救助了这对母女,还抽空买了点东西来看他们,还帮着他们一起挖土建房子。 当时有很多网友不太理解,说他自己过得都这么艰难,还有闲心帮助别人。 现在他做的善事情有了回报。 这对母女也是非常感恩的人,他们知道了康特的事情以后,还帮着他一起去找阿祖法。 康特现在遇到了困难,首先也想到了向他们求助,所以昨天晚上他才用尽力气来到了这里。 他选择来这里真的是很正确的,他们母女两个真的是很细心地照顾他。 康特已经吃上了早饭,而且他们还在不停地劝慰他。 康特和他们抱怨说,我现在没有了手机联系不了别人,而且车子也没有了,去哪里找阿祖法更加不方便。 女人一直在安慰他说,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,抱怨也没有用,你现在还是先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,然后才有力气继续出发找人。 简单地吃了一点早餐后,女孩子又给他们送上了红茶。 康特觉得现在体力恢复了一些,他也已经走出了帐篷。 原来他听说他们母女两个要去外领割麦子赚点钱,他说他陪着他们一起去。 没多久,他们已经来到了一块麦田里。 康特问了男主人要了镰刀后已经开始干活了,那母女两个也没有闲着一起做事。 康特的生活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,他现在不仅身无分文,更是连带布工具也没有了。 自从他被杰斯暴打了一顿,扔在大山里后,身体核心里都受到了双重的伤害。 可即使他已经这样了,他还是不想回那个家,康特完全不知道。 就在这个时候,阿祖法翻山越岭,带着凯撒回家找他了。 妈妈看到了他们回来特别的意外,阿祖法看他们吞吞吐吐,而且他还问不出康特的下落。 他心里顿时就怀疑了,他去他们的小屋里去确认,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康特生活的痕迹,他就知道他肯定很久都没有在家了。 阿祖法追问妈妈,他究竟去哪里了?妈妈只是一口咬定,康特出去找你们了,还说他晚上就会回来的,让他带着孩子去屋里。 阿祖法不相信妈妈说的话,他很担心康特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,他决定要把他找到。 妈妈极力阻止阿祖法去找他,还想把凯撒扣下来,这样阿祖法就不好离开了。 妈妈和吉尔纳两个人一直在抢凯撒,可怜的小姑娘,昨天一到家又被折磨了,他们三个人干活得很利索,已经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。 男主人把今天的工资给了他们,康特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女人,虽然他身无分文,可是他还执意把钱给他,可能他觉得他们母女两个对他的帮助很大。 康特说你们先回去吧,我还要在这个附近去找找阿祖法,他们母女两个有点担心他的身体,所以主动提出来和他一起去。 康特也没有拒绝他们的好意,现在的天色已经有点暗了,可是康特站在这个石头上面,还是在大声呼唤阿祖法的名字,其实他不知道阿祖法已经也在找他的路上,他们夫妻两个真的是命运多舛。 康特在拼命地寻找阿祖法,而阿祖法也在想尽办法打听他的下落,他们这一对有情人,本来还在自己的小家里,过着温馨平淡的简单生活,这时他的妈妈亲手打破了这份宁静。 康特在这山上看到一个女人,搭着帐篷住在这里,他问他,有没有看到一个孕妇带着小女孩住在这附近? 女人和他说,他并没有看到过,康特只能无奈地带着他们母女离开了,走了很久他们终于来到了他们家帐篷门口, 他们让他进屋里休息,康特却觉得有点不太合适,可是他们母女说,你先在里面睡,我们在外面守着,这对母女真的是人太好了,你们觉得阿祖法会找到康特吗?